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信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各位早晨 大家正在關注一些個股問題 為何現在有些個股都下跌 因為整個股市都下跌 昨晚美股方面亦是低收 其實早段一度是不錯的 你見到美股 因為原本的幅度開得比較高 高開低走就不太理想 不過其實中段才是下跌得最強 稍為美股都上了一點 還有美股 先說回昨晚 美國的喬治亞州 兩場關鍵參議院議席決戰前夕 美股低收 道指一度跌7、8點 美股跌幅收窄 收補30223點 跌382點 跌1.2% 標普通收補378點 跌1.4% 納指收補12698點 跌1.4% 三大指數來說 其實雖然都是低收 看到大家在關注 會不會乘機沽貨 因為疫情有問題 全球航運可能有影響生意 會不會借細菇呢 我的看法其實都是偏好的 會不會跌呢 跌又真是不奇 所以你看看 不如我們開一個納指的圖出來 其實納指或導指都可以 譬如現在看到 這裏一個納指的走勢圖 在高位出了一個陰燭 但這些情況 其實也不是沒試過 你說出陰燭 是否一定之後繼續跌呢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有撈上去的 譬如現在 因為其實就之前 我們昨天說的股很強勁 因為美股之前一度 已經是在高位裏面 所以如果你說看回 現在納指的情況 其實最短線 你連這個12500 這裏都未穿 其實更加問題不大 如果你說再看回比較大一點的位 其實12200點 企穩都不是太過 完全不是一個跌勢出來 甚至你畫回 即這裏 其實是一個上升軌裏面 仍然都是 所以我會看法是一個 借勢的調整 多於說要迎來一個大跌 當然 其實這個怎樣去看的走向 一樣都是在我的操作來說 就不會太過去影響的 因為即使看法是偏好 都不排除一個 真的有一些重大風險的可能性 始終其實就 上一年都已經升了很多 繼續看回過股的情況 看回位置來部署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就是 美元繼續都是持續走藥的 所以你看到近期一些 金價和比特幣 全部都是做好 當然其實繼續 這個之前都已經是 現在大家看到 金價也都不再能夠 去跟到美元的跌勢了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個無限量寬 已經是已知的事 即使美匯已經跌到 90都已經穿了 破底了 你看回金的話 當然如果你有意 如果你有意做這個對沖的部署 又未必想看那麼多其他的 因為其實其他主要貨幣都是 因為美元貶值的時候 其他主要貨幣都是有升 那我們就跟回美元 你可以看回 都可以留意金的 但你說相對上 要期望金價有一個 比較破頂的那些 升幅 就比較未必有抱那麼大 期望著 因為現在就變成了一些部分 其實原本會去選擇選金的資金 其實都會是已經被比特幣吸引了過去 現在其實美元預計都會繼續走藥 但短線來說有一些超賣 你說彈回來一點點就不奇怪 但這個走勢已經是轉弱了很久 所以人民幣、歐元 其實都會進一步向上 譬如說我們平時會關注得更多的ETF 譬如金的ETF 7299 其實之前就有提到 應該是1880 升穿了可以去買入 因為我都比較少跟進 因為其實市場上有那麼多的選擇 可以買的時候 就未必一定要經常賣金 因為相對來說 其實就真的不算很強勢 都會有些朋友是一部分的 不過我覺得一部分的資產放在這裡可以 你說要去 黃金、金、銀、博星 就沒有東西的 金始終是一個最古老的貨幣 你說放在這裡 其實對沖一下 美元貶值的風險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說放在太大部分 那變了會有其他好一點的選擇 始終你說即使貨幣貶值的時候 其實對股市都會是更加吸引到 因為你無限量寬 其實都是因為太多錢 其實都會吸引到更多的資金 去流入股市 所以你說金 那麼小部分的配置都可以 但是始終 現在來說 股市會比較直撥一點 雖然現在看到都是跌的 其實就看看恒指的走勢 現在就是低開191點 開步27,281點 其實你看到昨天這樣升 也都站穩了27,000 所以其實現在 有調整 亦都是不足為奇的 所以就 其實你說昨天如果追了一些貨 這樣其實都可以的 但是你不是要去 不要去一次過見到 說升 就一次過加了很多 這樣就 譬如可能之前 可能之前年底覺得 因為年底很多 有些聲音會去鼓膽 之前鼓了貨 年底鼓了貨 或者不知鼓貨過年 有些很喜歡 很短 我不會這樣做 因為如果你是持股的心態 你可以按情況去逐步加加減減 不會說 哎呀一住走了 現在又要立刻追貨 昨天立刻存 可能之前空創 然後吉創 昨天立刻狂追貨 你不會這樣做 所以其實昨天略為加少許貨 也是非常合理的 你不是一次過瘋狂加得太多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 因為你都要預計 因為你都要預計 標得這麼厲害 有回是很正常的 所以現在可以 短線來說 恆指其實就 又企穩繼續 企穩在27,000 這樣都是 未需要太過 未需要擔心 暫時都不是太大問題 雖然看到 現在的成交額榜上 整個板都下跌 看看這個 現在的 榜上有陽明跌3% 因為很多隻配股 看到Karen都擔心 說有188減持 這樣升值下跌7% 海吉亞跌5% 中國東方教育下跌7% 看到這層板 188跌5% 幾隻都涉及了一些 減持配股的消息 另外還有一隻內房 其實昨天就走躍 今天有些個別都出了數據 譬如亞跌落 不過市場就暫時未有反應 不如就看看配股那些股份 現在的情況如何 昨天早段就說 看到 以若明是否有配股 因為昨天早段已經是 但低開的幅度 其實又不是太大 而且昨天是未見到有大成交 昨天就有朋友股 就要配股 今天就終於來了 現在就 低開30% 開佈99.5% 若明的控股股東 Wooze Biologics 以每股95至97 配8200萬股的舊股 套現 配舊股其實就沒有配新股那麼好 因為配舊股其實涉及了控股股東的減遲 那就是 套現77.9至79.54億 每股作價比起前收市價103.2 就致讓了6.01至7.95% 你見到現在 其實它配股95至97 現在都還未去試這個水平 而且你看回現時的走勢 其實若明真的配過一次股 作為若明的股東 應該都不是太擔心 看到Lily就說 可不可以趁機去入添和 今天有新聞就跌了 入不入呢 你可以看看一會兒的開市後的走勢 因為 當然我們都傾向相信 大家都傾向相信 問題就應該不大 反而就看看會否有機會進入 如果你看回 它現在可以找到的 參考一個支持位 你之後如果你入了 要用我來做指示位 可以看到91.4 這樣的話 你不妨看看開市後的情況如何 會不會其實有機會 再回多一點 因為暫時就穿了100元 可以等一等 就不用開市立即入住 藥名就比較關注一點 有幾隻都配股 有三隻藥股 一會兒就看看吧 可以看看6078海斤 以及1951錦鷹生殖 都在近期就炒得很高 Lily就很心急很想入 你看看情況 其實就如無意外 問題不大 就是看它會不會 可能跌多一點 稍為部署上清晰一點 或者找到一些新的支持位 現在就行指開出了 就跌接近300點 報27175點 我們現在就去一去廣告 稍後回來就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來節目時間 現在行指跌近259點 報27212點 成交額榜上面 都整體比較是向走藥 看到鐵塔都跌了4% 報1.05磅 越跌越多 其實就 你說為什麼跌呢 一來就三大戰訊商 最近 都是有一個 給美國那邊退市的問題 但其實很主要來說 會不會是因為這些容易跌呢 其實都未必的了 因為本身這個鐵塔就是在長期跌中 我想我們的觀眾就應該比較少賣 除非沒有問我們 可以看看 不如看看剛才 還有幾隻配股 有海吉亞醫療 配股現在跌4% 49.65 都比起開市價高了 稍為高了幾格 這隻呢 其實就是做 醫院方面的業務為主 現在就 現有股東就是配股 48-49 配股1615萬股 佔二塊黃股本2.6% 套現最多7.91億 比前收市價值約5-7% 現價49.7 其實如果你說這隻 你看到 其實一向都是問題不大 你可以繼續看 它有一個橫行大底 44.8 你這隻 就是說如果看它這隻的走勢 其實就只不過是一個橫行裏面 44.8-57.5 所以你說 要買 除非你是好看好 它預算坐在那裡等 還是你就是區間底炒上炒波幅 炒波幅都是只有1成多左右 不是太多 所以你說要入 就未必非常之好直播 因為 如果你坐在那裏 橫行裏坐在那裏等那隻 那就真是 想著中長線的部署 比較看好才會這樣做 另一隻 1951 欣生者 跌7% 佔14.88 它現在現有股東 華萍投資 以每股14.9-15.2 配八千萬股 那套現最多12.16億 配售價比起前收市價 就只要5-7% 這個相對就差點了 你看到一下 跌口低開 這樣低了下來 那個跌幅都有接近8% 還有它是之前就炒得 之前炒了上來 所以你說去到現在看甚麼位置 就看看 14.8 錄金收市是否站穩 這裏用來做一個 止蝕 或者止賺的位置 其實它之前就真的炒到很高才來配股 那你說 如果之前跟了 打算資金炒 坐一轉 跟了的話 其實現在可以先守住 都看回14.8 錄金去部署 可以看到 Karen說有隻6078 相對反應沒那麼大 那隻 先拿著它 可以 跟著看看 剛才就 看到是說 1888 1888 剛剛加完才來 減遲 難道連天都不幫我 建篤之層板 也是 已現有股東 Kingbox Holdings 和Hall Game Management Limited 以每股11.8 1至12.07 配6500萬股套 演接近7.85億 配售價就比前收市價 12.7折讓了5至7% 現在配售價是11.8 1至12.07 現價是12.08 開12元 這個相對來說 你會見到 其實 都不需要看著它的消息 其實你可以見到 這裏就是有個橫行 12月底的時候 這個底是11.26 所以其實你之後 無論是面對什麼消息都好 其實可以用11.26來做指示位 所以現在可以繼續拿著它 然後Apple就有1308 1308海豐 它就是15元有貨的 可不可以拿呢 這個可以拿著 你看到昨天 破頂升了上來 現在有回套 也是 升得多之後 有些回套 都很正常的 一來 每天升 不可能有隻表 總會有少少回一回 還有都會短線有一點的 獲利盤 我們的做法 可以不用說 買完又馬上走 一拿一兩日那種 其實你可以看回 16.64 作為你的 你15元買 16.64就做指賺位 其實還有一個緩衝 你拿著 你拿著之後 它已經升了一段 現在這裡還要找到 一個很好的指賺位給你 這個又是 好 跟著部署就可以了 你就用回 16.64 來做 指賺的位置 看到另一隻 剛才不是有幾隻 都配股 那隻667 中國東方教育 就更嚴重 給幾間的現有股東 就是每股16.2至17元 就配了4800萬元股 套現8.16億 比前收市價 就只有5至9% 今次配售最多 可以配1200萬股 就是接近2.02億 這個情況就最差 是幾隻來講 首先它跌幅也是最大的 跌12% 一開之後就捱股 就是你不像 另外 當然另外幾隻 其實規模上又大一些 你說看 那個熱孔的程度也大一些 所以很容易配售 都配完股 跌了 反而大家是想找機會買貨 這隻相對就 沒有那麼當炒 應該說它沒有那麼受市場追捧 而其實它本身 都不是說不炒 始終 都 上市不是很久 前年6月上 其實都炒高一陣 如果你有這隻的話 可以看著16.14元 收穿的話就去做止虧位 現在是有一個收穿這個危機 因為它這些裂口低開之後 再低走 真是捱股得多嚴重 接著再看看YouTube上面的留言 3690 ANGEL 3690 290元入了要不要走呢 現價就是290.4元 即不是入了多久 其實美團現在已經是一個明星股 如果是前幾天才罵 不需要那麼快走 你可以看著260元做止虧位 其實你要去容許有個 290元入 260元做止虧位 即是十多個巴仙 這個15個巴仙以內的止虧位 都是一個合理範圍 你要容許它有一個調整才行 你不可以預期一馬圓 它是馬上會升的 你要去給回一點點的緩衝 因為其實它不穿這個260元 其實是一個 還是在高位度橫行的一個正常的調整 那就要去分辨 這個是用來分辨究竟是正常調整 還是一個轉勢 所以其實它就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的3690暫時都 你說昨天衝完有些陰燭 是不是短線有些回落呢 你始終昨天升完 你說有些回落 有些小小的調整 真是很正常 你最短 連昨天的低位288.4 都未洗穿 就更加不需要擔心 假設你真的超短線 或者超重注 或者是call的 你可以看288.4 暫時都沒有穿的 這些位都是 3993可不可以買 Doris說落木 這個其實就相當之強勁的 之前都一直有 觀眾問都有去跟進 甚至年 2020年初的高位 4.13元 當時本身炒得很熱 跟著就一下被Tesla說出無辜電池 消息它就在那倒下來 之後到現在才可以衝破這個位 前陣子已經衝破了 究竟什麼位可以買呢 這一隻因為都比較 其實你看到今天就算是暫一點的 跌2% 但它比較平時 有時都 有時一成一成這樣升 其實都 不錯 這隻和禁風利業都是 都是電動車相關的金屬資源股 但如果你說要入 你可以等它 因為今天始終有一些回吐 你等它先回吐這一層 因為如果你現在要看最近的支持位 看到4.79元 那4.79元 你就 4.79元 如果你說 譬如現在買入 你用4.79元來做止蝕 其實都可以有十幾個% 但如果你看到現在都已經是有回吐的話 你等它回吐完 找到新的支持位 就用那個位來做止蝕位才買入 還有因為前幾天就升得比較急 所以現在呢 即是它前幾天升到 你看到它之前都在十天線 之前其實已經升到是脫離了這些位 所以就不排除 會有少少回落 所以有貨就可以拿著的 沒有貨的話可以等一等 另一隻就是禁風利業 這隻昨天都有觀眾問 因為早點的時候問 它就未爆上來的 那就是 這裡還有收集三角形 就說如果向上爆了才買 所以如果你說相對現在來說 這個禁風利業 昨天可以考慮 你今天如果都想想的話 站穩100.1是可以考慮 今天其實站穩100.1 今天其實最低都未試到100 即是未試到這個位置 100.1 你可以先觀望一下 至於止蝕位就用回 因為它有少少的調整過 在那個部署上就清晰 87.8 來做一個指示位 其實昨晚看到美股那邊的電動車 繼續都是很熱炒的 包括有Tesla和中概三隻 中概三隻升得更厲害 我剛剛也想說 看到昨天電動車這麼熱炒 想著 即是比亞迪今天也行 誰知道剛才就跌 因為時也跌接近三八點 現在終於上回來了 譬如吉利跌1% 2333 長氣跌2% 看看如何 譬如長氣昨天也一度跌 之後低位也有承接 始終整體車股也相當強勢 所以扣3993也可以 這個也是很值得扣 就是爭著看看 是否會不會再回呢 這樣子 現在恆指跌246點 到27231點 成監壓榜上 跌得多的都是配股那幾隻 因生值跌7% 中國東方教育跌12% 其他就是鐵塔跌4% 藍魚糧也上來 可以看一下 還有小米剛才那裡都是向下的 小米都是近期的一個 一路都有在這裏跟進 還有叫做買 如果呢 我看回呢 因為有朋友就買了 其實就由 如果你是配股之後 將來買呢 其實到昨天已經升了 30%多 那我想今天再上 或者再上多一點 如果去到40%那些位呢 其實就距離當時已經升了 四成的了 有不錯的利潤 還有就跌轉升 其實真的好 好有資金追負 你看到現在的市場還跌200多點 還上得回來的那些呢 其實是非常之受追捧的 譬如隻比亞迪也都是 隻比亞迪 昨天都有提到 阿Lily說還可不可以入 你入可以入的 但是真的 預算一個192.5%來做指示位 因為如果你是用 純粹計估值的人呢 其實就未必會現在入 那會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如果 我的做法就是 你不會之前 30元沒有入 以後都不用入 那不會這樣的嘛 那你就什麼都不 很多東西都不用入的了 所以其實你現在入的話 都一樣用192.5%來做指示位 因為昨天始終突破到 281%是我一直在說的 那之前也有說到 其實如果港股裡面電動車是選擇 那我長線都是比較看好比亞迪 因為比亞迪 除了車的生產那邊 其實它還有電池的優勢 但是因為 之前早段真的短期升得急 而兩個月升一整倍 而這個281%是比較大沽壓的阻力位 已經衝了幾次都衝不破了 這兩個月 但是昨天終於衝得破 所以就是消化了那些阻力 所以你說如果要考入 其實現在都可以的 那另一隻其實 其實歷史都在強勢的 這隻就是藍月亮升2% 報17.48 都是這一隻 昨天其實破了位 15.74 站穩了 今天都還是可以考慮 但是這一隻就 看法暫時是看 短炒一點 都是看著 看著位部署 因為在估值上 這隻也不是低的 但是你說 如果你說現在的比較 現在在榜上升到的 值得看好一點的 港交所也不錯 不過港交所相對 你就要坐久一點 因為未必波幅那麼大 小米和比亞迪 小米就不是現在買了 不過比亞迪 你說昨天就 如果昨天看好一點 那你說今天都還想入 都可以的 那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了 就中午11點45分 再和大家看視 拜拜